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上起来等醒的时候呢 那车上的 把车停在外头 车上的都有雪 那要知道这是4月23号了 还下这样的雪 令人非常的感慨 我个人只能说是一种感慨 也就是说这世界开始变得 让所有人原来的习惯本身 就成为了一个过去的东西 那与此同时我昨天在Facebook上贴了一篇文章 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 一个百岁老人的一段话 那有朋友指出来说那段话呢 应该不是这个原作者写的 是有人拼凑的 那我个人觉得是可能啊 因为我如果引用别人的东西 我会把它原来的处处 都跟大家交代清楚 那因为这样的话对别人也是个尊重 但如果有人确实是剽窃的 重新改写的这样的文章 然后打着那些名人的名义呢 那从个人的品行上呢 当中呢确实有确切 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如果文章本身 又表达的含义和意境 非常的高远 非常的让人们能够感触的话 我个人觉得也完全可以欣赏 所以分开两个角度说 那有中间不好的部分去掉它 我们去欣赏那好的一部分 那这是一种生命的包容了 因为每一个人在人的生活中 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不可能不做坏事的 坏事和好事 它评价的基准 评价的标准 评价的平台 都是有差距的 因人而异的 有关香港政改问题 那今天的媒体 海外媒体报道非常多 BBC最新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翻译的是英国媒体了 香港政改方案 可能激发起新的抗议 美日电讯报报道中讲 香港民主人士 已经威胁再次走上街头 抗议共产党领袖 紧紧控制的 下一任香港特首的选举 那学民思潮的领袖 黄之锋表示 对政改方案完全失望 如果香港立法会 不否决有关方案的话 有可能上街再次抗议 那报道当中也提到说 民主人士遇到两难的局面 如果他们否决政改 意味着目前由富豪 和商界控制的选举 选举委员会将继续下去 如果支持政改 那可能面对着选民的愤怒 所以这是一种两难的场面 那两难的场面 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那就看香港的立法会的 这些民主泛民派的议员的选择了 整个的背景是这样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我觉得非常清楚 今天香港泛民派否定政改 明天梁振英可能就下台 所有在去年 在香港和平战争当中 香港雨伞运动当中 支持人大常委决定的中共高官 从上至下 只要被香港政改被否定的话 这些人全都吃不了兜着走 现在的场面 就是张德江梁振英 所有这些支持政改的人 孤注一掷 一定要想办法让政改通过 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涯 与政治命运 完全拴在政改本身上 这里不存在两难的局面 因为今天香港的一切 取决于中南海 迎台 是成为了康熙大帝的 本身的这种权力的象征 还是秋尽光绪地的牢房 结果不在香港 但是香港的结果 会给今天中南海内部的打斗 造成了一个台阶 一个平台 《独立报》则讲说 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忽视了民主人士的诉求 完全遵循北京提出的原则 进行下届选举 那记者采访 黄之锋 黄之锋说 如果任何民主派议员 释出支持政府的话 学民思潮将会施加更大压力 会使得更多的公民抗命活动 不过他也说 是否会再次上街头 目前并不确定 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照片新闻 这些人干嘛 这些人在支持香港政府的政改说法 而国内的媒体说 香港政改一人一票 那贼骗人类 对吧 香港政改一人一票 你听起来非常的民主 但是这一人一票 选的那个萝卜头 就是那三个萝卜 多一个萝卜都不给你 最大的谎言 最大的欺骗 就是与真相只差了一点点 说的都是真的 结果是 结果本身 却是世纪谎言 共产党 这样的形象 2012年 在全国各地展现出来的 反日大游行当中 到处都可以看得着 他支持的是什么 他支持的叫 政治向前走 有法要遵守 你知道什么叫流氓吗 我跟你说 这就是流氓 以法律的名义 耍的大流氓 对吧 这样的形象的概念 就是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 对吧 我跟大家说了 替周永康播新闻的 刚从周永康的床上下来 牛脸就上了CCTV的新闻播 这个焦点访谈啊 这个那个的 就开始说了 在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的 英明领导下和决策下 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扫黄打飞的运动 又抓了多少妓女 弄了多少嫖客 砍了多少 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然后你警察 你一看抓妓女的时候 都光不留条 抓这个嫖客的时候 连个浴巾都没有 手捂着下体 谁是妓女 谁是嫖客 那周永康 你说周永康是嫖客 把嫖客侮辱了 如果你骂中央电视台的 那些跟周永康睡觉的女人 是妓女的话 你就把妓女给侮辱了 这样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就是人被洗脑之后 我说的高级动物的行为 那有关政改方案 自由亚洲电台 国际组织批香港特区政府的 政改方案是一场闹剧 这是身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 人权观察星期三发的新闻稿 说这个政改方案就是闹剧 政府应该废弃这个 违反权益控制提名的计划 而在德国之声的报道当中 他摘取了香港的文摘 直接讲 政改成为香港由胜转衰的分水岭吗 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个过程 一人一票选特首 说的非常好听吧 但是特首就那撒萝卜 那他没说 大家懂得特首就撒萝卜 第四个都不给 然后他打出的叫一人一票选特首 那最麻烦的 最可怜的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就像被使的东西一样 对吧 看看刚才那个形象 咱说句难听话 你说里头有多少是国安的 真的 有多少是国安的 有多少是黑社会的 有多少是从广州或者深圳过去的 这就是共产党体制之下 人把自己毁了 唯利是处者 这是非常可怜的 骗人和不骗人 对于他来讲无所谓 没有这个概念 什么叫骗人 什么叫不骗人 我今天出一天宫 我在这儿给你占了一天 爷们你得给我数钱 少一分我不干 明天你网上加10% 明天我比今天喊的还想 苹果日报 23号的评论奖 团结否决伪普选方案 再重新上路发表设评 那政府没有诚心回应市民期盼的 2017年顺利实行普选行政长官的诉求 反而把真筛选假普选的烂方案拿出来 这是一种否决的 完全是一种否决的说法 其实今天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指 习近平见了这个日本首相 说据说那俩儿谈的不错 所以我说了 跟日本首相 跟日本之间的冲突是2012年 现在到了到了加拿大的洋矿 当年是船长 被人家玩了 被曾庆红玩了 登上了这个钓鱼岛 然后出现了中日之间的冰冻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强奸了中国人 强奸了中国人的灵魂 对吧 所以今天他俩又谈的差不多了 那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用国家的概念 否定共产党的概念 你就解决了今天真正中国人的问题 否定了共产党 否定了共产党的制度 你跟香港还用一国两制吗 不用吧 对不对 香港普选特首这问题 是不是就解决了 那都成了过时的东西了 对不对 因为不用一国两制了 一国两制的概念 就是在香港回归 九七回归的时候 香港人说 大陆人不是人的生活 因为按照大陆的制度来做的话 香港人不回去 宁做殖民地里面的这样的人 共产党称为的洋奴 也不做你共产党体制之下的独立的人 因为那不是人 那是人皮 都给杀了 把人都杀了 还英明领袖一国两制呢 邓小平都骂你自己 骂他们自己 骂所有今天生活在共产党体制下的人 生活在非人的社会之下 才叫一国两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